好 直播 各位觀眾 歡迎帶您關心 現場的最新消息 目前記者人所在的位子 就在台北市的士林夜市 那我們都知道 受到了中台卡弩的影響 其實晚間在台北市 尤其在士林風雨漸大 那麼尤其是剛剛是一陣一陣的震雨 可以看到這個雨 可以是影響到了不少人的行程 尤其是觀光客 現在暫時暑假期間 你可以看到其實有不少人 都躲在這個市內區來躲雨 而你可以看到其實在士林夜市 往常我們都知道 這夜市文化應該是要吃著 路邊湯的小吃 但是今天受到颱風的影響 不少的觀光客的都選擇 來到這個市內 有達同的士林夜市裡面 來做了解台灣的夜市文化 但是其實很多的外國觀光客 都說了原本他們沒有排這個行程 但是受到天氣的影響 所以他們決定晚間 乾脆來士林夜市這邊 第一個可以填飽豆子 再來就是可以來了解 台灣的夜市文化 你可以看到其實包括 在士林知名的大雞排店 現在門口還是有不少觀光客 在前面排隊 等待買雞排 那麼我們也觀察到了 其實在這邊 外國觀光客比在地人 還要多上許多 那麼其實這個外國觀光客 包括了有日本 韓國 甚至是香港人 都會選擇來到士林夜市這邊 因為現在這邊有 周宇棚還有美食區 那麼晚間就成為 他們最好的避雨選擇 那麼很多人都說了 沒有想到了這一次的台灣行 竟然會遇上了颱風 那麼也相當的無奈 所以很多的遊客都講到了 所以他們現在覺得這個室內區 是他們的首選 那麼店家也說了 受到颱風的影響 其實是真的 生意有受到了不少的影響 以上是現場最新消息 現在把時間交流給同內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查 Some 煮小心 好的 , 我覺得 為 啊 Пр 工